卵医生 本期我是大医生 今天的台上有我跟卵医生 还有就是什么意思 林大夫您怎么了 穿越 穿越 你演谁啊 柯南 儿时唯一的偶像就如此 就这样幻灭了 我突然看到了 这柯南50年之后长什么样子 今天咱们是来破案来了 对 刚才被中年柯南打乱了思路 今天我们有柯南在现场 就知道我们要破案了 对不对 要破什么案 我看这种警戒线难道是命案 今天有命案发生 这是我们还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这位69岁的王大爷 在自己的家中突发脑梗 而且我知道 最近夏季来临 类似的连续不断地出现了这样的案例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非常特殊的一个原因 既然是案发现场 命案现场 那么受害者或者受伤者 他的大脑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在轮到我们这款神器上场了 透过这个神器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患者的大脑当中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到 当时这位患者的大脑当中出现了大面积的缺血 我们再精确地对它进行分析 原来可以看到这个血管发生了栓塞 这个栓塞以后 这一片的脑组织整个地发生了一个大面积的缺血 所以这一下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知道它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就是脑梗嘛 对脑梗这个话题大家并不陌生 但是为什么说我们今天需要中年科男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脑梗 它是一个离奇的脑梗 对 据我所知啊 离奇的地方就在于导致脑梗的原因 虽然啊都是血栓引起的 但是这个血栓形成的原因啊很特别 这是一个在夏季特别容易发现的血栓 林大夫真的让我用 四个字来形容它就是不忍直视啊 到底这个离奇的脑梗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是在夏天发生的 现在正值盛夏 每个人都要注意 这样的离奇命案会不会发生在您的身边呢 回到我们命案现场 在这位死者身上早在发生脑梗的这个事件之前 已经提示他有一些信号出现了 比如说他之前做过了一些化验 那么在化验担当中 说不定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接下来呢 请出我们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宋海庆主任 把化验报告拿上来 掌声欢迎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穿蓝西装的其实是柯南 宋海庆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 副主任 主任医师 中国医塑会神经病学分会秘书长 宋老师俩人也写了四个字 不忍直视 没见过这么胖的柯南 柯南实际上是个医学家 一般侦探都是医生 真的吗 医生一定是侦探 对 像今天我们讲到的 这样的一起命案 我们用侦破的方式 找到其中离奇的原因所在 那宋老师手上拿了化验报告 是不是 对 还有他的病例 病例 跟我们来讲一讲 有哪些能够成为有利的线索 你可以先看看他的病例 医生的病例 我一向是看不懂的 这行文为大家拍一下 可以拍吗 可以拍 没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医生写的一些 特别的属于医生的书法作品 这个 软医生 写了什么 这个 软医生 你看懂哪一句 这个我看得兴趣了 我就是除了签名 我看不懂的 我就看懂了第一句 头晕一周 后面我就没有看到了 核心信息都在里面 看到了 核心信息都在里面 比如 既往完全是健康的 没有家族史 也没有心脑血管病的病史 而且没有不良的嗜好 无烟酒的嗜好 对 无烟酒的嗜好 那么宋老师提供的病例上 我们看到这个人 他的主速是头晕一周 头晕很常见的症状 没有家族病史 然后也没有不良嗜好 烟酒都不沾 这样看来 这个人很健康 那为什么又会出现脑梗呢 离奇在哪 我们来看 还有没有进一步的化验的 这有两个检验报告 放在我手上 其实大家都知道 脑梗会跟血脂很有关系 对 他的血脂情况怎么样 血脂完全正常 血脂又完全正常 甚至之前做过血管的检查 连斑块都没有 血压呢 血压也是正常的 看这话 那比我的还正常 就是啊 太离奇了 确实很离奇 是吧 虽然这个病人是个个案 但实际上在这个季节 我们神医内科搞血管病的大夫 经常会碰上类似的脑梗的病人 提到了这个季节 跟季节有关系 没错 脑梗是一种常见的致命性疾病 而今天我们讲的夏天高发的离奇脑梗 让人匪夷所思 血脂血压检验完全正常 没有家族遗传病史 也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 这位脑梗患者完全不具备 发生在夏天的离奇脑梗事件 死掉的病人 既没有高血压病史 也没有高血脂病史 而且烟酒不沾 是一个生活方式相当健康的人 那么到底为什么在夏天 可怕的死神会找上他呢 今天我们有林柯南在现场 真相只有一个 我们来看第一条线索 好 真相只有一个 现在我来看看 我们的第一条线索 到底是什么呢 是日记本吗 好 我们来看 是一个记事本 从这个记事本看 好像是用了很长时间了 我们来看看 主要是记事本里面写了什么呢 对 我们来月月看看 里头记的都是什么呢 打开这个记事本 我们会看到的信息是 这很像是家庭主妇 买菜的时候的记账本 我买了什么东西 多少钱 这个跟脑梗有什么关联呢 这都饮食方面 其实隐藏了一些饮患 这个矛头指向了他的饮食 听起来 刚才我们讲到这些食物 相对都还是挺健康的 那难道是在买菜的时候 跟小贩吵了起来 情绪激动 导致脑梗 这是我的猜想 到底在买菜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我们还原一下 在案发之前 这个人去买菜的场景 香菜 辣椒香味 沟松嫩青菜的 扁豆新的黄瓜加冬瓜 买小白菜的 买萝卜胡萝卜 点萝卜这个样的 香菜的香菜的 好酒菜 来吧来吧 吃些的猪菜 爸 你说这大热天的 陪您买菜就来吧 还拿个本 这是 拿个本怎么了 那不拿本 那知道买什么呀 这过日子 没账还行啊 我得 计手机上啊 计手机 我就不信你们这个 好计价不如烂笔头 知道吗 行 老话说 吃不清花不清 算计不到 这受穷 老友的说 买买买 买菜 这就到了 这家还挺丰富 是吧 咱们全有 没人呀这家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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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给我爸吓的 干嘛 你这 你这秀一道 你给他吓的 咱咱俩 冒出这么一人来 真的 你吓的我 你得给我便宜 是吧 大爷 您要说便宜 您算找对人了 我这都是从别的地摊 抢 我这都是从别的地摊 挖高价上的最好的货 你买点什么呀咱们 来这 这有营养 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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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吃鱼 夏天吃鱼 夏天吃鱼啊 赛活驴 有这么一句吗 就说他吃鱼 身体好 高蛋白 夏天吃鱼 赛活驴 小鱼 有没有小鱼的 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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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鱼 那个小孔券 小热带鱼 红利丁 大爷 哎 我们这儿是菜市场 对 不是那文丸市场 您上这儿买热带鱼 像话 我跟您这么说 这两条鱼 它值多少钱 两条鱼 我猜呀 这两条鱼这么多 我们拿一块八没钱 我们要拿走 来装着 多少钱 一块八 嘿 大爷 今儿算您来着了 是吧 您一块八 买两条鱼不说 我搭您一斤荔枝 哈哈哈 赶紧装啊 来来来 姐不是很有病 你们俩 我记上点啊 行行行 我 这 多给点呗 哎 咱再给一块吧 哎哎哎 咱再来一串 这大笛子怎么样 谁没 大笛子 啊 啤子 二八将都滴啦 滴啦 那个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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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没说多少钱呢 你就拿手抓啊 这不是送的吗 不是那个 一块八 不是送荔枝跟滴子吗 一块八吗 一个不准呢 我就来一串就完了 你再给扣个掌 给两块钱 你刚才让我爸还吓着了呢 哎哎 咱听过有一个词叫抢吗 嗯 咱说 有在这所有人抢的吗 充气量是5 我记上点啊 两块钱 一共两块钱 鸡再来一只 哎我瞅见了 哎我这 鸡怎么样 您等会吧 您等一块八 又买葡萄 不是 又买荔枝 又买鱼 您还咋能偷走一鸡 鸡单给 单算 鸡单算 对对对 这鸡这怎么卖这个 给我的得了 夏天天 夏天天吃鸡好 咱们没点菜 是 没点菜 正在那摊我们再转着 一会一块 一块结账 再给着急吗 小伙子 小伙子 真碰过 以后咱还在那买来 这是的 以后尝买来 这人哪 这摊人哪 这儿呢 我跟你说 我这口一块八来不了 就是 先来那冬瓜 都切好了 下几天的 回去您把这切不切 穿丸子 太棒了 冬瓜咱们也得八毛 我告诉您 这八毛太贵了 不知道 刚才我旁边有一摊 那摊那人缺心眼 一块八 买条一摊 你骂谁的你 再给我跳着 再给我跳着 咱赶紧挑菜好不好 冬瓜 有了 芹菜 芹菜 芹菜有吗 来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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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得吃苦瓜 吃苦瓜 对 去苦 去苦瓜 有苦瓜吗 来 来 来 记上点 海带 来 来 海带 海带要 这玩意随时买 吃新鲜 新鲜 来 新鲜 新鲜也有 我问三维问题 可以 你们开着车的吗 这么办 我们今儿俩干脆 把我们这车 推你们家那车上 对了 好不好 吃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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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来点 行 这么着啊 你们是一尖的 是吧 对啊 你是他舅舅 是吧 他是你舅舅 他是你舅舅 我给他 一块八 加那只鸡 是两毛钱 然后是一块钱 等会儿 五块 五块 五块钱 那鸡刚才五块 这么敢两刀了 我上算账了 我算账了 皮子 立志 鱼是两个钱 加那个 那个鸡 五块钱 加一块是六个钱 六个钱 加上他这一大堆东西 这一共是六块七毛钱 好不好 这主食您不来的 来主食 走了 买一送一 送什么呀我还 来点主食 蛮的 没多少钱 来送我们 这么着吧 送一蛮的 我爸三天才去一蛮道 送一个德 行 你爸 拼一拳 他觉得你管管管 你们这年轻人 别跟着老年人较劲 我们以后常来常往 以后下回还来呢 那你这么着 你给他送您帐 给他结账 我结账 好短大 真是 太恢复了 您看没有 这都什么人 这呀 就是我老猴 就一天的收获 全在我这账本上呢 我给您瞧瞧 下回您买菜呀 您就照我这么买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这是一栏食物 根据第一个线索 在这个死者的 记账本上发现 他在买菜的时候 就买了这么多东西 但是这一些 跟我们今天讲到的 离奇的脑梗 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那我们这样 我们找一位 食品方面的专家好了 来帮助大家更了解 在夏天 我们要入口的东西 有一些需要大家 高度警惕 我们要请出的是 中国医学科学院 整形外科医院的营养师 高玉霞老师 掌声欢迎高老师 老院的同事啊 高老师 你好 来高老师 谢谢 好嘞 高玉霞 中国医学科学院 整形外科医院营养科 副主任营养师 这是林柯南 找出来的第一个线索 根据线索 我们把这一框食物 还原到现场了 有什么问题 这里面什么东西 会脑梗啊 我觉得这一框的东西 挺合适的呀 你看花蜂多多呀 我们现在说一天 要吃十几样 对不对 要吃出来一条彩虹 对呀 你看看现在 你看这里面花蜂多啊 各种各样的蔬菜 什么药鱼肉都有 怎么就出问题了呢 这一篮子的东西 还真挺多的 但是仔细看啊 还真有点问题 是吗 就是篮子里的这些东西 跟我们说的 发生的这个离奇的脑梗 真存在一定的关系 那我知道了 夏天嘛 天气热 人照 吃这些东西啊 可能能去火 高老师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呢 咱们先一样一样的说吧 咱们先看 这些蔬菜挺多的 我看有苦瓜 冬瓜 芹菜 还有海带 这都是我们夏天常吃的 尤其是苦瓜 这不是夏天 刚才林医生也说了 这去火多好东西 对 不错 这些蔬菜 确实有去火的作用 尤其是在夏天 但是 在它去火的同时 也能带走 我们身体中的另外一样东西 那我知道了 带走的肯定是 素便 麻烦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吃的这些蔬菜嘛 都有一些膳食纤维 可以起到缓解便秘的作用吧 这是林医生的专业吧 对 所以他就很正常地想到 这些可以通素便 对 林医生想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也是带走了一部分 其实是一部分 对对对 因为什么呢 如果是素便太多的话 有的时候大便费力也是成问题 也容易到脑血管意外 其实这只是一方面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 跟夏天密切相关的 跟季节关系 对 跟季节有关系 那我们就以海带为例 辛苦咱们大医生 先给我们做个试验 通过试验 让我们的观众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知道 到底我们身体里丢失了什么 才是导致脑梗的一个关键物质 我们看看这海带表面 有一层什么东西 这层白茸茸的东西 像盐分一样的东西 我们吃海带的时候 干海带都会看得见 即便是新鲜的海带 它这些东西 都是在它里面的 可能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这些白花花的东西 不就是盐吗 除了盐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马上揭晓给大家看 来 我们首先把这些白的东西 我给它刮一刮 还有我给刮下来 我把刮下来的这些白色的粉末 当然还有一点点海带的东西 我们倒到这个烧杯里面去 我们加上水把它溶解 我们稍微的溶解一下 稍等片刻沉淀一下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得出来 这杯液体它是透亮的 尽管它有一些渣子 我们说海带的渣子 但是它还是清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加上另外两种液体 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这是一种淡黄色的液体 再加上这种涂色透明的液体 神奇的现象发生了 我们发现在这个液体当中 出现了浑浊的沉淀物 能不能看清楚 可以看清楚 看清楚了 好 现在我要把这个沉淀物 拿来给我们的客男先生 这是什么 我知道了 真相只有一个 应该是甘露醇 我说的对不对 王复达甘露醇都出来了 通过这个实验呢 告诉我们就是海带里面 存在有这样一种甘露醇的物质 甘露醇实际上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利尿剂 对 特别是神经科用的很多 对 不现脑水肿的病人 我们经常要用这个药 这是一个救命的药 利尿剂 它通过注射到血管里 把这个水从这个水肿的组织 带到血管里 通过循环带走到肾脏排出体外 快速的一个脱水剂 但是我们如果口服下去 它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通便 但它通便的同时 会带走身体里大量的水分 导致腐泻 对 可以导致腐泻 也就是说这个甘露醇 通过吃进去以后 可能起到一个通便 肠道脱水 脱水的作用 我们就会缺水 是这意思吗 缺的 甘露醇刚才宋主任讲了 是利尿剂 是医生会给有水肿的人 用到的利尿剂 这个东西是通二变的 它会带走水分 带走水分之后 人就血管当中 这个水分就少了 血液粘稠度就增加了 继而导致了脑梗的发生 因为血流的很慢 容易凝固 或者是沉积在那个位置 就容易出现危险的事件 是这个意思吗 是 月月这段解释 既通俗又专业 对 刚才呢 这个卵医生做的这个试验啊 只是用海带做一个例子 其实其他的这些蔬菜啊 也有利尿的作用 也就是说 我们在吃这些蔬菜之前 应该大量的喝水 否则的话 你身体中水分就会流失 那你就导致的血液粘稠度 就会增高 继而导致这个脑梗的发生 继而导致脑梗的发生 那这篮子里面 还有哪些菜有利尿的作用 您都跟我们说一说海带 我知道了 冬瓜 冬瓜 苦瓜 芹菜 等等 就是夏天我们常吃的菜 很多都有利尿的作用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是给身体 没有补充充足的水分 而大量地吃这些菜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身体中水分的流失 导致我们血液粘稠度增高 那这当然就是发生脑梗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白了 很多爷爷奶奶特别迷恋 在夏天吃点冬瓜呀 苦瓜呀 说是清凉解暑 这是符合中医中药的这个性味之说的 但是千万别忘了 今天我们大医生告诉大家 这些蔬菜里有利尿剂 所以一定要在夏天补充水分 尤其是有基础的心脑嗅管疾病的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更要多喝水 这不是开玩笑的了 都看到夏天发生这样可怕的脑梗了 我明白了 那就是看来这个夏天在饮食上是有救命法则的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稍后会详细地说 夏日餐桌救命法则到底有哪些 这个篮子里还有一些鱼呀鸡呀 这个没事吧 就是白肉 这个肯定要吃的嘛 对呀 夏天也要吃嘛 就是这些肉 特别是白肉 大家很喜欢吃的嘛 对 我们大家都说 乍一看 鱼呀鸡呀 这都是好肉啊 我们之所以说的好 就是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而且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呢 是有保护作用的 但是如果您平时啊 经常大量地吃这些食物 问题就出现在高蛋白上了 哦 那我们知道啊 蛋白质里边含的是氨基酸 当我们身体里过多的氨基酸的时候 过多的氨基酸呢 就会在我们身体里转变成尿素 然后通过肾脏排出体外 那它排出的时候呢 又会带走我们身体中的一部分水分 高蛋白也会带走水分 对 同样还是造成血液粘稠度增高 进而引发脑梗 哦 又是这样 那就是不能太多的蛋白质了 对 哦 那我也有种这种感觉 在平时吃这个清蒸鱼的时候 吃完以后嘴里有点发干 哦 林老师 您那是口重了 盐放多了 一语戳穿 不忍局势 那我们现在看看 哦 这里面还有点水果 荔枝啊 葡萄啊 这些应该没问题吧 夏天是水果丰收的季节 尤其是这袋水果 夏天又甜又好吃 对 特别是咱们夏天吃的那个西瓜 嗯 它在利尿方面 那当然是首张其中 名列第一 那葡萄呢 它就是名列第二了 像我们吃的荔枝啊 还有夏天吃的那些香蕉啊 芒果啊等等一些水果 就是它在利尿的排行榜上 也是榜上有名的 嗯 而且桃子还很高 对 所以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一定要谨记 补水是补水 吃水果是吃水果 嗯 那个两者呢不能同人而语 哦 那高老师 我知道有一种可以 羊梅 不就是说望梅止渴吗 嗯 嗯 嗯 羊梅虽然好 但是我们大家知道 还是要记住一个量啊 我们最多呢 就是不要吃过200至300克 一天的量 嗯 那西瓜呢 西瓜如果从不脱水的角度出发的话 一个人一天可以吃多少 因为我们家西瓜是 你一半我一半的 不管多大 就两个人分吃 那个量是很大的 嗯 其实西瓜呢 咱们也注意啊 嗯 什么都别吃的量多了 对 一天可以吃多少 一天呢 我们就说吃的两盐没有问题 我们最最忌讳吃西瓜的 就是一切两半用少款的吃 对对对 月月肯定是这么吃的 月月都是这么吃的 但是月月你知道吗 半个西瓜相当于一碗米饭 对 它的热量其实也是挺高的 但是它是补水吧 它还是必须 对 它确实是补水 但是在补水的同时呢 它有利尿 嗯 所以就说呢 我们吃西瓜跟喝水 真是不矛盾的 哦 两件事 不能说我吃了西瓜了 其实我就不喝水了 对对对 不行的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比如今天我吃西瓜吃多了 比如像我们家 一人一半之后 频繁地跑厕所 确实是利尿效果 非常明显 所以请大家在夏天 该补水要补水 绝对不能够依赖 蔬菜水果当中的水分 因为搞不好 您爱吃的蔬菜水果 里面就有利尿剂 它会让您脱水呢 那刚才我们林柯南 讲了一句话说 哎呀嘴巴干干的 就是口渴了 如果当我们的身体 出现缺水的情况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信号 会提示我们该补水了 因为如果能够 及时地补充水分 就不会发生在夏季 出现的可怕的脑梗了 所以来问一下 我们的大侦探 嗯 那我手上可能有 第二条线索 可以揭示这个脑梗 嗯 嗯 就来吧 我手上可能会 再加线索 变成在那前面 那我身心的 那我手上有 帅你 要这件事 说 镇子 他 settled 我们看一下第二条线索是什么呢 好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颜色比较深 一杯茶吗 比较醇厚 所以我还有点挂皮 要不要再尝一下 我感觉电视屏幕都开始飘散出一种奇怪的味道了 说真的 李医生果然是新来的 还主动提出来要尝一下 来吧 柯南 我们回到我们场中来 来 对 就别品尝了 为你的勇气点赞 到底这个烧杯里的这个液体是代表着什么呢 让宋医生告诉我们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一般来讲 早晨起来可能第一件干的就是这个事 上厕所 李医生你能不能告诉我 刚才我看你闻了一下 闻的味道 唇后对什么 唇后 还好没有肠 这个脑胖 原来就是尿 对不对 其实我们这几根管子可能看得更一目了然 比如从一到三尿色比较浅 就说明身体里还不是很缺水的 一到三 一到三 是不太缺水的情况 对 当然如果要像林医生拿的这个 这就比较严重的缺水 那有点夸张 所以这个颜色已经非常特殊的一种颜色了 没错 对 要问我缺水有多深 尿色代表我的心 对吧 尿色代表您的肾 对对对 对 所以我刚才以为是茶呢 是吧 对 要不然一般的尿没那么深的颜色 确实是 我刚才也觉得 我以为是三七老陈醋 其实我们看 观察尿的颜色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 身体是不是已经缺水的一个指标 如果排尿或者频繁的排尿 我们发现尿色都是比较深的 那很可能就提示身体已经严重缺水了 适当地补充水以后 尿色变浅了 说明我们的缺水得到了纠正 明白 这个其实大家都有生活经验 忙一天了 没来得及喝水 你上厕所的时候发现 哎呀 尿油尿的颜色好黄呀 然后是不是上火了 如果是比如说我吃了很多的西瓜 喝了很多的水 颜色肯定是 我觉得比较接近正常的是这个和这个吧 对 是不是 这两种相对正常 所以我们观察尿液的颜色是很直观的 其实还要注意 比如排尿的量 如果尿量很少 尿色很深 如果在伴随一些发热啊 关节疼啊 一些其他的脱水的症状 其实脱水最常见的就是口渴 对 尿液从这个颜色的时候 肯定都有口渴 没错 所以说尿液的颜色可以直观地提示我们身体缺水的情况 除此之外 跟缺水相关的症状 我们让宋老师注重讲一下 对 好 第一个不常见的脱水的症状就是脸红 您说的脸红应该是夏天特有的一种表现吧 夏天可能更多见一样 更多一些 因为夏天更容易缺水 对 这里面是有道理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脑子 85%都是水分 脑子里进水分 实际上是整个的大脑本身含水量大 而且它又泡在脑脊液里 这种状态它对缺水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对 所以说 脑子不能缺水 特别是我们已经身体缺水的时候 我们身体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 就是哪儿缺水 脑子都不能缺水 因为这是司令部 头面部的血管严重缺水的时候就会扩张 这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面红 这么说脑子进水了并不是一句坏话 脑子里长得80%都是水 对 脑子里本来就有水 脑子缺水了反而脸红了 对 这是第一个 那么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这种关节的疼痛 这关节的疼痛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其他的一些病症 对 疲劳或者是觉得好像走多了累了 但实际上很可能也提示 对 这缺水 这关节怎么跟缺水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关节 它是关节囊 关节软骨和这个相连接的这骨头 是成的 那么为了让这个关节活动的很自如 它里边有关节软骨和关节囊里的这些滑润润润润润 对对对对 如果润润润缺水变少了 软骨可能它就要直接摩擦了 这就容易产生疼痛 就像汽车的发动机没有润润油了 对 干膜 干膜 润润的润体少了 对 就感觉到疼痛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脱水的 间接的 不常为大家注意的一个证据 对 所以说不光是口渴 我们的关节也渴 没错 这就出现问题了 是 那么夏天本来就是很容易出现缺水的季节 如果大家一旦发现有一些缺水的迹象 一定要及时补水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有效的呢 如何防止夏天这种特殊的脑梗的发生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因为今天为了交给大家这些高招 我们请来了现在非常非常走红的吴美 吴美 最近大火迎瓶的欢乐送吴美回来了 性感女神樊盛美 一心想嫁给有钱人的大龄圣女 虽然一直走在屡败屡战的相亲路上 但一肚子的苦水也只能独自流泪了 高冷的安妮绝对是一个高情商高智商的厉害女人 但不善于与人接触的她 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花 谁碰谁受伤 小辣椒取消消 古灵精怪 率性犀利 明明内心善良 但说起气话来句句伤人 绝对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小妖姐 最可爱的就是秋莹莹 直爽单纯神经大调的她 只要看到好吃的 所有的困难只化作五个字 这都不是事 还有就是官居儿 典型的乖乖女 文静温柔 越接近她 越觉得她像一汪清水 干净透明 这性格特异的五位美女 着实在荧幕上大火了一把 演技精湛的她们 其实在养生方面也是各怀其招 今天她们五美合体 一起来到我是大医生的舞台 从必备调料 蔬菜 零食 主食 饮品 这五种食物 全方位多角度地保护您的血管 预防夏季脑梗的发生 原来说五美真的有五美 来看看我们的欢乐丧五美 变成了健康五美 那我们先从哪一美开始 我觉得在这五美当中 最古灵精怪的 就是那个曲萧萧了 谁是曲萧萧 就那个你身边那个 旁边这个 她在我心中 就像一颗小辣椒一样 我一说完我发现我盒子有人了 连人都不认识 我主要是觉得 林医生讲完这个话 还能顺利回家吗 她在我心中 简直就是一个小辣椒 这种话 您太太会看节目的 天哪 您感觉太大了 对呀 来吧 好 好 说出来 来来看看小辣椒 代表什么 这个是说她的性格 是很辣吗 对 我辣 是吗 她的性格 你喜欢辣 再说真的回不了家了 我们来看看小曲 她后面有一些相应的 跟她相关的一些 必备的调料 因为小曲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调料 要注意我们的主题 是避免了夏季缺水 来预防可怕的夏季脑梗 这些我就认识 这个是辣椒粉 别的我都不认识 什么意思 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这四种肥 这个是咖喱肥 这个是辣椒粉 这个是姜肥 这个是大蒜肥 都够辣 都这么辣 怎么可能解决缺水的问题呢 那首先呢 我们说这个大蒜粉 我们一说起大蒜 大家就知道 它有一个抗凝血的作用 它可以减少水小板的聚集 减少水酸的发生 那在这四种粉末当中 比大蒜粉 抗凝血作用更强的 那就是姜粉 我们说这个姜 一说起生姜里边 它有什么姜七铜啊 姜七分啊 它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 然后减少水小板的聚集 它就可以预防 我们脑梗的发生 所以正确答案请 来 我们看一下 原来正确的答案 这个能解决我们脑梗的 能够预防脑梗 它真的是姜 四种调料当中 首先可以确定地告诉大家 姜粉是可以预防脑梗的 它的原理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它不是帮你补水 而是说它里面的姜七分 姜七铜能够有效地降低血液粘稠度 是从这个角度去预防了脑梗的发生 那问题来了 那平时一般我们很少用姜粉状态 我们一般都是用生姜 对 都是用生姜片 用生姜可以吧 没问题 这个姜呢 有老姜还有嫩姜 对 高老师姜我知道 姜还是老的辣好 那到底是老姜好还是嫩姜好 从抗凝血的成分来说呀 老姜和嫩姜没有多大区别 但是在用途上确实有区别 你比如说嫩姜 咱们常用它做炒菜呀 或者把它腌制成糖姜 而这个老姜呢 我们一般就给它做成一个调味品 炖汤啊 炖鸡啊 炖鱼啊 常常都用老姜 一直在喊老姜老姜 我老是在喊我老公的感觉 就觉得这段录起来莫名的亲切呀 老姜豆皮姜还是老的了 老姜等一下来接我回家哦 回家以后不用吃姜了 我老公在就 阮院 这段就扯远了 我们来看到就是说 讲到这个姜的问题 就要帮大家来挑选一下 无论是姜粉也好 还是这个我推荐的姜也好 要挑选一个好的品质 才能够发挥相应的疗效嘛 好 我们挑选姜的时候分次不走 第一个 看表面 一般好的姜 它好像上面不太干净 还有的呢 会带点土 但是呢 它的表面呀 是比较光滑 而且干燥 你看这个颜色呢 也是呈淡黄色 而是用黄熏过的姜 那它就是鲜黄色 这种姜咱别要 第二个呢 就是看手感 你看新鲜的姜 我们这么捏起来 它的肉比较紧实 而且比较坚挺 要是不好的姜呢 那捏起来有点软不塌塌的 对 第三点呢 我们就是闻味道 那好姜呢 它味道是辛辣的 而且有一种芳香味 而且特别浓郁 那要是不好的姜呢 闻起来就是硫磺熏的味 最后一点呢 我们就看保存 一般咱们说好姜啊 放在家里能保住好长时间 但是呢 也有一种姜呢 我们买回家之后呢 暴露在空气当中 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捏出点汁液了 那这就属于问题姜 咱们干脆给它扔了算了 千万别怕浪费啊 对 变质了 不能再吃了 对 问题来了就是说 有一些老人呢 怕那浪费嘛 如果姜有点翻尖了 或者甚至 长毛吗 长毛了 白色又白毛了 它会把那皮刮一刮 完了以后接着吃这可取了 哎 这个是超错误了 这种行为咱必须给它纠正啊 夏天的时候天热 它就容易变质 而且长白毛 如果要冬天的时候 冷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一些毒素 还会流出汁液来 像这些啊都属于问题姜 咱千万别吃 给它扔掉算了 刚老师问你个题外的话题 姜买回来怎么保存才最好 我不知道是放冰箱 还是应该放在外面 一般来讲 我们家买完姜之后 一般都是给它放在塑料袋里 然后放在冰箱里 这样的话呢 它会保存的时间就比较长 我不知道姜会不会长芽 这样子芽 对 那那长了芽的姜是变质了吗 不能再吃了吗 还是说 很嫩啊 应该很好吃啊 长了芽的姜也是可以吃的呀 应该是可以吃的 我知道了 夏天来点姜 可以预防脑梗 适度地来吃一些姜 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无论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还是今天刚才讲到的 这个姜当中有效的成分 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 进而保护我们的血管 预防脑梗的发生 来吧 林柯南 五美当中再选一美 那第二美 我当然要选情感美的 凡森美 是这个是吗 对了 这个是对应的是哪位啊 中间的蒋心 中间那个 中间的 它有什么特点呢 哦 眼泪汪汪的 哎呦 太哭是吧 它身上写的是必备的蔬菜 我知道了 哎呀 你这这个不哭都不行啊 为什么 看看 看看看看 看着就行 这这不哭都不行 你看 这这这 来 所有的哭戏都是靠切洋葱 实现的 是吧 在防止脑梗发生的 这个食物当中呢 洋葱 又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因为咱们知道 洋葱中啊 含有一种 可激活纤维蛋白的 活性成分 它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而且减少血酸的发生 这两个你看啊 有一个白的 有一个红的 两种洋葱 哪一种 效果好 就是一般来说啊 所有的蔬菜都包括在那 喝水果 颜色比较深的 它的营养成分 就要高于浅色的蔬菜水果 那当然从这个层面上说 深色的 这个紫色的洋葱 它就好 但是在用途上呢 它俩也有不同 你比如说 这个紫色的洋葱呢 它辣味特别浓 特窜 对 只适合一手吃 而这个白洋葱呢 它不怎么辣 还有点甜味 适合一生吃 比如说咱要做点沙拉呀 或者是凉拌呀 那当然就选择这个白洋葱比较好 那接着来了 这是生着吃好 还是熟着吃好 当然生着吃好 比如说这个紫洋葱 我们要能生着吃的话 那就更好 关键是它这个味多脆 对的太刺激了 好多人接受不了 但是呢 晚上回家的时候 你吃一点这个 从健康的角度来说 当然还是深色的好 生吃好 这个要吃两人一块儿吃 那就别睡了 就算是回家两人一个人吃 另外一个人不吃 另外那人也挺遭殃的 对 世界非常 我特别关心就是宋老师 您回头看看身后这五个 按照您的审美 哪个是您的菜 洋葱吧 不是洋葱 不是不是 洋葱选 宋老师正面回答主持人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这五美 哪个是您的菜 就是您的菜是年轻人的说法 就是这五个女生 从外貌上来说 哪一个女生是吸引您的长相 我感觉好像第二位比较沉稳 我们衣服旁边这位 安迪 刘涛 刘涛 我觉得这五美当中就安迪最有女人味了 安迪是 安迪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揭晓一下 好不好 必备零食 安迪代表的是什么零食呢 是一个炸呀 炸鸡了老铁 炸鸡 是什么炸鸡 炸什么零食是炸榴莲 我觉得是皮皮箱 荔枝 对不对 你说的都不对 不对是零食 是零食 是零食 零食 可能皮皮箱是零食 零食 那月月给我们揭晓答案呗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不出来是什么的 拿出来我又不认识的东西 哇 孙老师认识吗 孙老师您选的安迪 孙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太难猜了 这个我觉得像中药似的 你别看它渣 这个真是个好东西 就是这个果子里边啊 它的营养作用特别强 含有是超氧化物 气化酶 它最典型的功效 就是能够清除自由基 咱们说血液粘稠度的关键 它是不是就是自由基果多啊 那如果能够及时地清除自由基 这个血液粘稠度 就能够得到改善 抗自由基的最好的物质 世界上公认的 就是抗氧化剂 而这个果子里边 就含有这种物质 到底是什么果子 那我看看这个扎手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真的不认识 我们台上几个人都没有吃过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哇 赤梨啊 赤梨 其实赤梨呢 在咱北京这边没有 这是贵州那边产的一种天然果子 怪不得我们拿到的是干货 这怎么吃啊问题是 我们可以泡水喝 也可以煮粥喝 搁 actress 你也保持人数 喝多了 那我们先睡觉 嗯 然后呢 我还会在咱们 那我都不厉害了 我还演得 爹 这时候 我们再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叫蚯蚓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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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蚯蚓 粉色气球嘛 粉气球 活 必备的主食 活是指它青春有活 有活力鲜活 对吧 拿出来它后面的主食是什么呢 来看看 活 看来这个活就是我们的活主食吧 蔡老师 活主食 活着的主食 对呀 泡在水里的 这就是大米嘛 这就是糕米嘛 就是啊 对 这些主食吃了是不是有活力呢 咱们先说说这些主食吧 平时咱们说的就是大米馒头 还有那个五穀杂粮 还有一些薯类 其实那里边的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碳水化合物 它们在我们身体中的作用也特别大 前面咱们说了 不管是肉类呀 还有蔬菜呀 咱要吃的不对的话 都会有脱水的危险 那主食一样 如果咱们要是不吃主食的话 一样会流失我们身体中的水分 哎呀 这个我知道啊 主食里头含有葡萄糖嘛 其实我们的脑子最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葡萄糖 对吧 对 你说的非常对 所以像我们这些减肥的人不吃主食看来是不对的 对吧 对 因为现在社会上确实流行的一些人啊 包括咱们那儿的医生护士 中午买饭的时候经常光是买菜 他不吃主食 其实不吃主食 它就会增加脱水的风险 哦 美国的一名博士营养师提出 就是主食 特别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 它具有储存水的功效 如果我们不吃主食 不吃碳水化合物的话 就会增加脱水的风险 不吃主食就会增加脱水风险 然后我们的主食又被泡到了水里 刚才林大夫又说这是活的主食 活米 活糙米 有什么什么意义在里头 糙米泡在水里能够发芽 那我们呢 又把它叫做是活米 哦 我能发芽的主食 这些米啊 我们抛开皮以后可能就活不了了 但这个糙米是不是去了皮以后还能活 就是这意思吗 因为糙米里 它在加工研磨的过程中 它就是比较糙 里边还有培养 哦 所以呢 它泡在水里能发芽 你看那个大米泡半天内发芽不了 对 它们都是我们可以吃的主食 都属于碳水化合物 但是呢 碳水化合物也不一样 它分两种 一种是复合碳水化合物 一种是单一的碳水化合物 这个大米 它就属于单一的碳水化合物 因为它在加工研磨的过程中 很多的营养素都损失了 你像必足维生素啊 矿物质啊 主要是膳食纤维损失的特别多 我们把大米呢 吃进肚子里以后 它消化的特快 令我们身体中的糖分呢 也猛增 那身体中呢 就会误认为 是不是咱们糖分过多了 这样一来啊 过多的糖分就会转化为脂肪 储存在我们身体里 但是能发芽的这个大米就不一样了 它富含的是复合碳水化合物 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消化的就比较慢 需要的时间呢 也比较长 提供一个持久而稳定的能量 让我们啊 既不发胖 还挺老 是 我还是很好奇啊 这个糙米能发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有活主食之称的糙米 含有复合碳水化合物 用现在便 tasked为开引动的问题 涉及充满泪水化合物 二手一开来玩 一 adher一微生架排布 海素排比较urch略 обязательн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到了这个糙米的确是可以发芽 对 这个糙米发芽以后啊 好多好的东西啊都给发出来了 你比如说氨基丁酸 它的量就变多了 它是原来这个糙米的两倍 是大米的九倍 其实氨基丁酸就是一个对保护脑细胞 对这个改善脑的供血很有用的一个药 它可以改善脑的循环 可以增强脑的血氧 对脑细胞是有保护作用的 比如我们有一些脑外伤以后 一些后遗症的病人 脑胸尔病后遗症的病人 一些头晕啊 耳鸣啊 一些症状 都可以通过含有氨基丁酸这类的药物 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所以这个活的糙米还是很有用的 是的 是的 最后还有一个应该是光光是不是 必备饮品 林大夫您比较近了 林柯南 给我们揭晓一下 那我们看看这个关锯儿 下面是什么呢 夏天是要吃点清淡的 喝点清淡的 感情也是一样的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好嘞 谢谢林老师这一课 我已经够平淡了 那这个蛋到底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那我们去再揭晓一下 没错 就是白水 都是白水吗 对 都是白水 一样的 为什么展示三杯 对啊 对啊 我一样的一样 是不是好像量不太一样 严格地说 这三杯是能救命的水 你看不同的量 不同的时间喝 关键的时候 它真能救命 就领算杯水 夏天脑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水 缺水以后 引起血液连稠 就容易引起脑梗 所以夏天脑梗 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但喝水也是有讲究的 平时我们补充水分 最好的还是白开水 因为白开水的安全性 穿透性 它的纯凝度都很好 再一个呢 它也便宜 咱们最好就选择白开水 白开水 有一点呢 我也要提醒大家注意 就尽量不要喝那种 反复煮沸的水 或者煮沸的时间比较长的水 在给水加热的过程中呢 水分呢也会浓缩 那水里边的养硝酸盐呢 也会增加 白水嘛 那到底是喝纯净水好 还是矿泉水好 我刚才说了啊 最好的就是白开水 白开水 对 如果要是没有白开水 那当然是喝矿泉水 比纯净水就好 因为纯净水啊 它里边的矿物质都会滤过 那咱们说啊 这个喝水 其实一天可以分排在任何的时间 对 但是其中三个时间段 我们一定要记住喝水 首先呢 就是睡觉之前 我们要喝一杯水 大概这样200毫升左右的水 睡前 它主要为了补充我们夜间 对水分的需求 再一个呢 就是为了稀释雪液 维持一个血流正常的通畅 防止血栓的形成 那第二杯水呢 我们夜间上完卫生间以后 要喝它两三口水 大约呢 也就是100毫升 夜间起夜 起夜的时候 上完卫生间 要想着喝这么两三口水 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对于你本身就用 心血管疾病的人而言 这一杯水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杯水呢 就是清晨早晨 我们醒了以后 刷完牙啊 再喝这一杯水 那有人说了不渴 我告诉大家 不渴也要喝 而且要喝白开水 温的白开水最好 因为大家想一想 在夜间的时候 咱们隐性的出汗 还有呼吸 还有尿液的分泌 其实都损失了很多的水分 我们早晨喝水 不是为了说解渴 主要就是为了补充前一夜 我们丢失的水分 再有一个就是稀释血液 然后降低血液粘稠度 就不是说渴了时候再喝 不渴的时候也要喝 而且刚才说的这三个时间段 特别重要 是吧 对 口渴的感觉和实际上 身体上缺水啊 它是滞后的 当你渴了再喝水的时候 晚了 千万不要等到了口渴 再喝水 一定要记住我们救命 三杯水的喝的时间 尤其是提示中老年朋友 如果没有记住这三个时间段的话 没有关系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 我是戴医生的微信公众账号 会给大家总结这救命的三杯水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线索到底是什么呢 好 我们看到一个闹钟 闹钟有什么问题 闹钟的作用是要闹嘛 现在的时间是几点 可以给镜头看一下嘛 两点 应该不是凌晨两点吧 两点有什么问题呢 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又怎么了呢 最困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对 经历最萎靡的时候 最想躺一会儿的时候 有些人是有午睡的习惯 对 每天都要打个躲 中间这个时间打个躲 问题出在午睡上面吗 其实就出在不太正确的午睡上 一般中午很疲乏 特别是吃完饭 犯困 对 倒一下 还觉得好像很快就能恢复经历 对 但如果过长时间的午睡 实际上反而是不好的 多长是不好的呀 12点 吃完中午饭 一睡睡到两点 又怕睡过了 上个闹钟 让闹钟把自己突然给惊醒 因为我们都知道睡眠啊 随着时间的延长 我们会从浅睡期进入深睡期 一旦进入深睡期 身体就会出现一些变化 呼吸啊 心率啊 会变慢 整个我们的代谢都会慢下来 循环也会慢下来 那这个时候 如果这是突然进行 我们需要一个很快的去适应这个环境的这个过程 这时候 血液循环的这种变化 就容易出现脑梗 看来这个午睡还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所以午睡的时间一般30分钟左右就够 半个小时 打个盹正好 还有就是最好不要刚吃完饭马上就睡 就是要放后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以后再进行午睡 午睡的时间也很关键 30分钟左右最合适 再加上这个闹钟是一个重要提示 如果闹钟太响太吵的话 吓到大家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对于老人来说 血压的一个波动 心率立刻增快 都有可能对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是危险的动作 所以科学的午睡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我们再提示大家两件事情 如果是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准备要睡午觉的话 千万不要坐着或者是趴着睡 这样的姿势可能会引起脑部缺血 进一步诱发脑梗的发生 同时醒了之后不要立刻起身活动 要慢慢的起身建议大家在睡醒之后再喝一杯白开水 把这个水补起来 今天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得出来了一个结论 离奇脑梗线索 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就是在夏天绝对不能缺水 好了 今天给了很多的这个补充水分的食材 那么到底如何利用这些食材做一道夏日的美味呢 赶快跟随大厨去学习一下 我们在节目现场说了洋葱诸多的好处 特别是对于我们预防脑梗的好处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营养食堂 特意呢教大家怎么做酱包洋葱 先把这个洋葱呢 拿开去掉外皮 在那个冷水里泡大约20分左右去腊的作用 洋葱里边含的就是可激活 纤维蛋白的活性成分 对预防脑梗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们选择的这个洋葱啊 紫色洋葱比白色洋葱一样价值更高 对预防脑梗的作用也就更强 把这个里脊肉呢切成片给腌一下 吃起来比较滑嫩 加少许料酒 少许盐 加少许水 用手抓一下 抓长劲 加一点淀粉 食用油 腌两分钟就可以 酱包洋葱咱们选择的这个里脊肉 因为里脊肉的脂肪含量 在蓄肉中呢应该是最第一的 咱们现在开始炒制 把锅里放入少许油 油烧五成热的时候加入柔片 柔片快要滑熟的时候 把这个洋葱和青红椒 在热油里边拉一下 倒出来沥干油 锅里加入少许底油 油烧到七成热的时候加入豆瓣酱 这个酱它是用大豆发酵制成的 它的蛋白质啊 维生素的含量都非常高 对于预防脑梗啊 对于延缓动脉硬化啊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把豆瓣酱煸香之后 加入少许老抽 加水 白糖 少许鸡精 勾芡 把咱刚才初步加工好的原材料 倒入锅内 翻满均匀即可出锅 这道菜呢是典型的家常菜 你看它用了很多的食材 特别是又加了红柿子胶和绿柿子胶 这样呢食物成为多样化 颜色呢也像彩虹一样 其实呢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对于预防夏季脑梗呢是更有好 讲了很多关于夏季脑梗的救命知识 那么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 有很多的观众就在关注这个节目 其中有一位远在外地的患者 他在不久之前就发生了脑梗 那么在当时 这位患者的大脑当中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我们请宋主任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位患者 他的脑血管出了问题 给大脑深部供血的一根血管 出现了堵塞 造成左侧半球 内侧靠后面 一个局部的区域 缺血 缺血以后造成脑梗 脑梗以后 这部分组织就坏死了 我们发现大脑当中 张灭了 说明这个地方 脑组织发生了坏死 缺血 我们马上通过 威医山阳县互联网一连体 来连线 远在陕西省 商洛市山阳县的这位患者 在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人民医院 收治了一位脑梗患者 患者被送来时 情况危重 言语模糊不清 右侧肢体无力 右侧视野缺损 主治医生邓北珍 马上为病人 安排了CT检查 但结果发现 病情复杂 情况危急 需要马上通过 威医一连体 和北京宣武医院的 宋海庆主任 进行会诊连线 制定治疗方案 我这是山阳县人民医院 我现在 周边来的一个患者 是50岁的男性 主要是头昏 右侧肢体无力 眼女有点含糊不清 不能行走 刚刚我们做了一个 疾控症 根据这个患者的高危因素 还有典型的症状 还有影像结果 我们现在考虑脑梗死诊断 是成立的 我想请问一下 宋教授 这个患者的梗死分形 有没有绒酸的指针 好的 我们先说 他的这个抢救这一方面 他因为已经发病 五个小时了 所以超过了绒酸的时间窗了 所以这个病人 可能没有绒酸的机会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那可能还要做这个血管 血管壁的检查 最好能看一下 看看它是就是一个一般的 先天的血管纤细 还是说是一个 动脉状硬化 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 一个狭窄 这个患者高血压病史有三年 血压最高有160 100毫米公柱 应该属于一个二级高血压 入院现在的急性期 我想请问一下宋教授 对于这个急性脑梗死 这个高血压的管理 我们是不是不能够 把他的血压降得太低 没错 虽然他平时的血压 管理的不好 还是这么年轻 这个血压就 已经到了160 100的水平 但是因为他脑梗 它是一个缺血的状态 这时候血压 不宜降得太低 急性期恢复以后 多少时间